玉米的胚包含哪些选项是属于玉米的胚 胚后来发育成胚芽、胚轴、胚根和纸叶 就四个啊 所以答案就是A不是 因为胚发育成胚芽、胚轴、胚根和纸叶 胚乳是另外一个东西 好 所以我们会这样说 我受精后的盒子发育成胚 这是第一次受精 另外一次受精 这是第一次受精 第二次受精才会发育成胚乳 所以胚跟胚乳不一样 其中胚在发育成那四个 胚芽、胚轴、胚根和纸叶 所以问你什么是胚 一定是胚芽、胚轴、胚根和纸叶 纸叶也是胚的一部分哦 精型啊 染色体的数量都一样哦 但胚乳是另外一个系列的 胚乳是另外一次受精得到的构造 所以染色体的数量跟精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第一次受精、第二次受精 各得到不同的组织 像是多选地试题胚 包含胚、胚轴、胚根和纸叶 感谢 谢谢大家